各位会员您好 你还以为拍影片是年轻人的玩言吗 希望可以透过本支影片 打破你的观念与想法 我们的会员里超过50岁的创作者 例如早安健康 梦幻处方在我家频道 他们的频道订阅人数都超过30万以上 我们还曾有一位申请字幕 叫刘怡光老师频道 也有13万人订阅 另外像德勇中医师 阿咒来开奖的医师频道等 也都因为他们在事业经营得很顺利 才来开设自己的频道 正就因为年纪比较大 创作者就更有机会 在YouTube上开创自己成功的频道 本周我们要分享的是 Lia 居家修缮频道的创作者 她的观看次数 已经累积将近1.6亿次 拥有一百万名的订阅者 Lia 教观众各种居家修缮及布置技巧 例如修补天花板 修理漏水马桶 或是如何在砖墙上悬挂照片 它让你相信 你自己也做得到 Lia 曾担任建筑工人 和监工有30年的相关经验 现在她是一位YouTuber 她以建筑业的特色为例 建筑业会有所谓的学徒计划 老手会与学徒一同工作 并传授过去所学 这是一种免费的资讯交流 这不就是年长创作你的情况吗 你的专业现在是如何传承呢 她的频道在2013年建立 当时她已经是学校的讲师 就是负责教导学生产业经验 她发现学校老师教的东西 老早和产业脱节 她觉得 为什么没有人公开传授这些知识和技巧呢 一开始拍片的对象 她预计观众应该会是女生观看居多 因为她自己也是女生 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 她的观众绝大数男性 她不只透过镜头教学 而且还提供非常积极正面 和许多 居实与鼓励 她让观众觉得 他们自己做得到 还会一直加油打气 她提到 在她的领域 居家修缮 大家都会想得太复杂 以为这是什么高深的技术 其实不是的 只是从来没有人公开示范 就是这样做 其实居家修缮比大家想得简单很多 她鼓励大家 你做得到 她的影片特色是收音品质非常清楚 大多不会透过后制影片配音的方式 她甚至只用领夹式麦克风 节省成本支出 最主要的是 她希望让观众和她一同上工 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在参与装修 她提到对于50岁加上非电脑专长 后制非常困难 她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技术问题 她认为拍片难如登天 还要剪辑影片 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没有这些技术 其实就是靠着她的人生哲学 身体力行 我做得到 她一直这样告诉自己 这件事每天都有人做 你的同业也都开始在做 这是一件帮助人的事 才能够坚持你持续下去 她的收益大部分来自 AdSense约占65% 她也接触联盟行销 她在影片中使用的工具 会提供取得的方式 她会在影片的结尾说明 购录的方法 以及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放上连结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收益来源 品牌邀约 会请她直接为品牌拍摄教学影片 示范工具的使用方式 这也是一项收益来源 另外她也接各地的演讲邀约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讲师 你就知道收到课程邀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你总不会自己发DM说 赶快来约我去演讲吧 所以她也透过频道的曝光 而收到邀请 经常到各地演讲分享她的经验 这不是很棒吗 而且她也乐在其中 平常会有人跑来对她说 我们有看你的YouTube影片 她说比起收益更重要的是 这1.6亿次的观看次数 帮助了多少人 如果你是职业讲师 专业领域教学者 商品卖家 企业第二代 汽车销售 保险业务人员 房仲顾问 你的资源就是你的产业经验 你不做 马上同业就在做相同的事 我们一分钟的影片收费50元 一个礼拜拍一部不到10分钟的影片 加起来一个月不过才2000块成本 比你去买保健食品还便宜啊 2000块如果你去买关键资广报 那不一个礼拜就跑框了吗 投资你自己的影片 就是最好的商务投资 老实说 你不找我们做 你自己也应该开始 我们已经有112位影音创作者 这段过程我们太了解了 坚持到底 重视品质 真诚分享 才会成功 be a creator influence the world 透过影片改善世界 也透过影片强化你的事业体系吧